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那我就心甘情愿成为本次WorldBuild全球首秀活动的前十位测试玩家 谢谢卡普 好兴奋 很开心 每年卡普的开箱文都是值得期待的 但这几年从原先的搞笑风格到脏话艺术 现在转向文艺法了 大概是他们老了 性格沉稳了些吧 打动过无数人的名剧 没做爸爸之前 我也没有了 果然是人老了 就开始变得长情 拉开箱子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slogan 或许 生活磨平了你的倔强 但是 这里还有属于你的晚安 没错 口罩三年 身心疲惫 不管你失去了什么 请不要丢弃你的爱好 这份快乐 会让我们充满希望的积极面对生活 排第一个盒子呢 你可以看到里面都是一些塑料件 想调谈这辆车不是全金属的大佬可以暂停一下 因为这辆车的内衬跟保险杠都是塑料的 这反而是那些主流塑料RC所不具备的配置 哦不 应该是黑丝 这俩人颇有神秘感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让人直接设上线索标升的车壳板件 这里并不是静态模型常常讲的合景 美合金之所以被称为航空材料 是因为在同底级下重量不到静态合金的3.6分之一 超新的车体才能满足玩家对材质的心情 同时又能达到对动态性能的要求 这个五叶子配色仅仅首批才会有 乌兔无真相的模型垫自发忙定三天就收清了 足够显示GTI的魅力 这里友情提示车友现在第二批预定之后 到货估计要到明年的4月份了 我也少过来的 现在轮到你们望眼欲穿了 好的 那么所有的金属部件已经全部螺临完毕了 可以看到精致的零件依旧像首饰一样的 被镶嵌在了EVA托盘里 目测100多个CNC零件 以及镁合金铝合金压筑件 有些车你想第一时间装完 就可以上山操下地祸 那有些车呢你迟迟舍不得装 不想看它合体的样子 卡布的车就是属于后者 我已经对着它发在一早上了 脑子里无辞可用 不知道说些什么 就是想静静的欣赏 就他妈只是静静的欣赏 出于对车壳的尊重 我们戴上手套 以免产生指纹影响观感 我大概还是第一次这样面对一台 模型车版 那车壳部分呢 为了回报首批玩家的支持 所以首批盲定的玩家 拿到都是与我一样的 一种名叫Main Night Purple的配色 它是一种剑辫子 那做过真车功功的小伙伴 就会知道 Main Night有原厂 就有两个版本 而卡布采用的是Main Night Purple 2 也正是1999年 之前R34诞生的时候 生产了前300台的首发配色 虽然卡布遗憾的 没有拿到原厂商标授权 但是文化和致敬 算是传定到位了 那标准的东西嘛 DIY以下 又不是什么难事 那底盘部分呢 也往往是卡布新车 最能打的部分 永远都带着创新的骚气 带着人无有的亮点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上一代 卡布1比6的 武士Samurai中 同样的这一块 一体成型的底板 是塑料的 那如今在R34上 他已经变成了铁合金 那这块板对我来说 是非常具有收藏意义的 因为它上面刻上了 我专属的名字 World View 9 by 9 龙人 那么我现在拿到的是 发动机齿轮板件 可以看到 变动箱齿轮采用的依旧是 就是碳钢加脆火硬化工艺 这对CAPO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全技术变速箱从我玩JGMAX到武士 就属他们家的变速箱最安静 那这句评价对CAPO车主来说应该是毫无非议的吧 但是CAPO前面出的那套差速尺 真的是需要吐槽 那个确实很一般 压住的又硬又脆 还很容易磨损 那这次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们这套全新的差速尺 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机器行业的 所以从外观上来看 这应该是粉末眼睛的材质 那我特地问了一下他们技术 他们告诉我说还做了热处理 那能做热处理的粉末眼睛 应该就是粉末眼睛里的爱马仕了 MIM采用了注射成型技术 那这种开膜工艺就显得非常的昂贵 可以进行热处理 可以将这颗齿轮的硬度达到45度 那我相信在这台GTR上 这个齿轮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这四颗金色的小东西 是本次R34的卡钳 前四后二的布局 被做成了KIT标配件 十分的良心 很骚气 也很还原 我以为这种不足是没有任何logo 后续玩家可以自行进行DIY水贴 有能力的 还可以通过激光打标 刻上自己喜欢的logo 两颗涡轮的设计并没有还原 我感觉直接升级到了改装款 比划一下 是的没错 这颗涡轮的大小比原厂的大了一倍 原厂是埋在进气管下的 但是大尺寸涡轮没法放了 必须把气管伸出来 把涡轮暴露在机舱内 使其肉眼可见 我大概明白卡钢为什么这么设计了 你get到了吗 发动机的飞轮盖呢 出产了做好了分色 红色机头RB26 自己非常清晰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呢 是这套名叫Command 4的第四代转向机构 完美的还原了真车齿条加齿轮的转向机构 大概又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设计 那作为曾经办职业RC飘移车手的我来说 不公平的恒评一下 飘移玩家呢估计要失望了 R34这个转向 它不是RC飘移的变态角度 它没办法像正儿八经的飘移车一样做到 这么大的角度 它是还原真车基础结构上去的 那么对于真实GTR那种自重大车头层的四驱车辆来说 要做出完美的大横滑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你想象投文字体里神之鸟那种一边推一边swing的真实表现 我想这台R34是可以完完全全做出来的 大概也是最接近真实R34的姿态 那么这四根避震器呢是本次新车最大一个量的 这是Carbo首次推出的真实阀门避震 也就是不用再挑避震油耗数 就可以通过塔顶上这个阀门来手动调节避震器的阻尼回弹系数 这个技术此前HRC的OP键也有推出过 但是我研究了内构仅仅是真实打孔远离一致 结构呢大不相同 相比日本HRC一对避震心就要1000多块钱的天价 Carbo出厂自带四根 非常非常的良心 这个摆壁很是神奇 它比真车原装漂亮很多 有一层嵌筒一样的分色处理 实际上呢是为了增加铁头在摆壁的柔顺性 Carbo做了一个非常细腻的自然滑设计 提供铁头在平面锁死后的柔顺度 这种脑洞结合美学 真是匪夷所思 这四颗轮毂呢也是做到了1比1的还原 跟整车是一模一样的轮胎造型 那不同于以往攀爬车的哑光喷沙轮毂 第一次在模型车上看到了喷了光油的金属轮毂 相比攀爬的锁胎轮毂 公路胎因为没有锁胎环这种选项 所以只能回归传统的粘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阿三四的刹车盘 仔细把玩之后呢 发现它的侧面 居然是带偷风口的 你受得了吗 我感觉在下一波 Carbo应该出一个陶瓷打孔盘 因为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满足 SOHO们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了 变速箱外壳同样采用的也是压制工艺 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是经过了一层喷沙 跟银漆的处理 那Carbo自从武士以后呢 引擎与变速箱就开始采用这种 跑面设计 更利于玩家更直观的调教与维护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开箱的全部内容 期待这台前置四驱大了三四的下跌仿真表现 以及未来我会对它进行一个D1制服的级别的改装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H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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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